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话题我们说 中国严厉的警告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 是在玩火 上周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 除了开出8500多亿美元的史上最高的军费 这份法案还在对台问题上立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国防授权法的很多要点其实来源于台湾政策法 那台湾政策法这部法案因为反华的立场太过激进 一旦通过就没有回弦的余地 美国政府呢也不敢就这样的把事情做绝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政策法最近的销声匿急 不怎么有人提了 但是美国反华的立场没有改变 他们用台湾问题来阻止中国统一的策略也没有改变 于是与军事相关的很多条款就塞进了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 你比如说台湾政策法第201条 把美国供应给台湾当局的武器从防疫线改成阻挡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性行动 第202条 要按年度考核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计划落实情况 要制定台海作战计划 同时评估台湾当局的以下五点能力 一当前一近期的反侵略的能力 二拒绝统一的战略能力 第三完整的评估对美国构成的风险 第四解放军近期发起攻击的可能性 第五台湾执行拒绝统一战略时候所需要的军事资源的评估 这些内容以台湾增强韧性法的名义 纳入到2023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里面 总的看台湾政策法当中涉及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这些条款 或许被暂缓了 但是那些实质性的军事性的条款却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另外国防授权法是年度性的 具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如果2023年的法案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 2024年会变本加厉更进一步 否则就可以选择以退为进 如果是台湾政策法通过 就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法案 美国当局想要后退也很难找到台阶 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条款 公然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具体来说 被践踏最严重的 是中美就解决美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 其中的第六条指出 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 美国政府声明 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他准备逐步的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在做这样的声明的时候 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这个条款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美国向台湾提供的越来越先进的武器 甚至还部署了铺路爪雷达 不过在那个时候 美国至少还知道李亏在遇到中国抗议和指责的时候 选择目不作声 如今美国完全不把中国政府的抗议当一回事了 还有在2023年国防授权法里面 要求美国与台湾当局建立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机制 这是要公开正式的把台湾军队纳入美国军事机器 把中美军事关系的失踪拨回到1971年之前 在尼克松访法之前 美军是在台湾正式驻扎的 国民党军的部署和演习都是围绕配合美军而进行 如果美军要和台军搞联合演习 完全等同于正式入侵中国领土 虽然这种情况还没有立即发生 但美国已经在法律上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执行操作了 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 开始从法律上推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 掏空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承诺是相互的 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 中国就可以同样不需要坚守对美国的承诺 美国有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环境事务 需要中国的合作 最关键的是 美国一味的挑动台独这个毒瘤来恶心中国 只能处死中国政府下决心早日割掉台独这个笼包 12月24号 美国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刚刚通过 12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部队 就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了诸军兵种联合战备的警巡 和联合火力打击的演练 这种识兵识弹的演练 就是对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 对美国这种流氓国家 只有枪炮才能让他们清醒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